我現在對於年輕人的一個用人的法則 假設我們目標是年輕人 我常常說就是 要有邏輯性的思考 要有執行力 這樣就OK 台灣邁向少子化高齡化社會 人才供給缺口已成量販流通業營運瓶頸 愛買量辦最高人資主管陳志宏 管理集團超過2000名員工提出突破關鍵 流通業這個情況 我們是踏著日本的腳步 我看這個情況已經延續大概7、8年之久 而且這種情況只會越來越嚴重 在招募上面假如遇到任何的瓶頸 我們要怎麼做 把現有的人力 它的潛能、它的產值 做到極大化 所以這是兩部分 一個是recruit 一個是怎麼去做好retention 留財 然後去做很好的培育 所以這個是我們在人力上面的 一個需求跟布局的考量 我們需要有年輕、有熱情、有活力 最重要 願意去聽客戶的需求 跟客戶溝通的 不論他是年輕人 還是二度就業 我們都歡迎 總共是也需要一些專業的人 有邏輯性的去判讀資料 這個大家庭 讓他們知道說公司有一個完整的一個質額的規劃 生鮮那邊不管是海鮮或是肉客 或是我們麵包或是我們做熟食的 那個都需要認證 有一些師傅有一個很帥氣的一個小海報 這就是對員工一個很好的鼓勵跟激勵 我們透過這個方式再去吸引現在的餐飲系的學生 在愛買亮瓣未來三年的發展藍圖裡 除了拓展、改裝現有門店及發展電子商務外 人才布局扮演重中之重的角色 對於要給十項年輕人的建議 陳志同分享非常具體的思維 現在如果說真的有志於要從事 不管是各行各業的人 很重要去訓練自己的那個條理分明的那個邏輯能力 然後就會練習怎麼去做那個減霸 這很重要 我們現在要跟年輕人學習的態度太多 那我對他的建議只有一項留下好口碑 即使說你有另有高就 或者說你有其他的考量 務必跟你在那個單位的支柱主管 或是說你這公司的主管 或是人資那邊留下好的口碑跟名字 一定會對你大的幫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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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